高小杰的工作从某种角度来讲 跟我们做记者的很相似 他不过就是把他见到的事实 披露出来而已 但是这一个愿意讲真话的人 却不得不背井离乡 离开自己的国家 他说他自己不会讲英语 他也听不懂 到了美国之后 他也不习惯美国的饮食 他每天只靠那种最简单的面包 撕下来来吃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国家里头 那些在历史的关键时期 讲真话的人 都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呢 这个国家因为他的努力而改变 因为他的努力 一大部分的社会群体得到了重视 因为他的努力 这个社会解决了他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但即便如此 所有这些类似于吹哨人的人 虽然他最后推动了这个社会进步 但是他本身却不会得到这个社会的尊重 这真的是这个时代的悲哀